在佛光山新宝和尚的尖交下 佛光大学新任校长赵涵杰 从代理校长林信华的手中接过了应信 成为佛光大学第八任的校长 包括了副总统萧美琴 桃园市长张善政等人 都纷纷祝贺 赵涵杰更宣布 接下来新学年就读佛光大学的大一新生 不但免学杂费 且大一之后政府补助多少 佛光大学也相对补助多少 不但要激起学生们求学的兴趣 更要落实大学与社会的责任 佛光大学董事长慈贵法师 在致辞时表示 赵涵杰拥有丰富学术与教育行政经历 毕业于美国普渡大学电机系 并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卓越的成就 为2024年Scholar GPS Sensor及 Wireless领域排名的 世界前线分之二 在AD科学指标系分向电子电机子领域 位居台湾排名前十个科学家 相当高兴赵涵杰博士 能接下佛光大学校长的重任 我们带着张灯结彩 这种欢欣的心情 要来迎接我们赵涵杰博士 来担任我们佛光大学第八任的校长 赵校长在高等教育 尤其是大学的经营 非常有经验 而且很有成效 当这个消息流入到外面的时候 很多很多我们的朋友 都跟我讲恭喜啊恭喜啊 你们找到一位好校长 佛光大学 恭喜我们佛光大学未来有希望 赵涵杰曾任国立东华大学 与国立宜兰大学的校长 校长任期13年半 任内领导宜兰大学 成功推动季制院校转型 并完成城南校区的重设计划 在东华大学任内 更提升学校的国际及区域性排名 为东华设计招生策略 显著提升新生注册率 及海外招生的成果 而赵涵杰才一上任佛光大学的校长 就宣布了未来学生利多的新措施 我进一步要感谢佛光大学的董事会 今天借由这个机会 我要宣布佛光大学董事会 支持学校的最新措施 我们从下学年度开始 大一学生进入佛光大学 学杂费全免 我们会进行严格的品格跟道学律的督促 让他们体会这不是免费的 不珍惜的 因为佛光大学的每一草一木 一丝一毫都是来自于佛光功德主 佛光人的捐助 我们一定善用您的钱 绝对不浪费 二三四年级 所以第一年 他先来佛光大学 试读一年 等他读过以后 觉得佛光大学值得他念下去 二三四年级 赖总统补贴大学生多少 市立大学学生多少钱 佛光大学就补贴他多少钱 在11月4日的交接典礼上 包括了以前曾在宜兰大学一起同事 而现今 干任东华大学校长的徐归民 与宜兰大学的校长陈威荣 和多所大学校长们也都出席了这场交接仪式 宜兰大学校长陈威荣更期望 未来的范太平洋大学联盟 包括了国立东华大学 国立宜兰大学 国立台东大学 四季大学 四季大学 佛光大学 国立台湾海洋大学 国立屏东大学 淡江大学等八所 大学共同组成的学术联盟 能在赵寒杰校长的代理下通力合作 也携手宜兰的专科学校 把范太平洋大学联盟的高等教育 与大专院校的社会责任 扮得更为出色 记者樊德惠采访报导